大家好, 欢迎又回到Flower 频道 今天继续Retroid Pocket 4 上次开箱后, 收到很多观众的问题 想我安装游戏和模擬器 也有些问题需要解答 今天会先解答大家的问题 接着会教大家如何玩 Dolphin Emulator 可以玩V游戏和GameCube 好, 现在开始 大家如果不知道我这部是什么 建议大家看上一集我开箱Retroid Pocket 4 先回答一下观众问题 他说他不小心洗了其中一个模擬器 或者不小心洗了一些模擬器 那如何安装呢? 基本上很简单的 你可以回到Setting里面 接着拉到Handheld Settings 接着再去选Advanced 接着里面有一个叫Re-Enter Setup Visit 它不会洗掉所有东西 它就会 restart 部机 进去好像你由头开始安装 但是去到Apps 的位置 你再加上Apps 再完成就可以了 它不会洗掉你的设定 解答了这个问题 还有问题就是 在V无耳器的时候 如何去设定V remote 即是你设定的Remo 可以设定哪个按钮呢? 这些我会在Dolphin Emulator 里面 教大家如何设定按钮 那时候会讲一讲 现在我们开始Dolphin 这部机器有两个Dolphin Emulator 一个就是正常Official 另外一个就是Handheld Mode 那个版本 其实也有朋友问过我 可不可以把这个放在Android系统 哪里可以下载 那是没有的 你可以自己有这部机器 这个Apps 就自己安装APP 安装在手里电话上 但是就没得下载 因为这个本身Retroy Pocket 这家公司是自己做的 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 它可以调低解像度 如果有些游戏 它机能不够强 去纯跑游戏的时候 你可以调低解像度 就令它负荷没那么重 所以跑游戏会比较纯一点 所以它有这个 但是不好处就是 因为它自己做的 这个不是Official 就不是最新的版本 所以我也是建议 用了Official的Dolphin Emulator 如果它不行的时候 或者拍得比较慢的时候 没办法 就可以试一下Hand Hale 这个 看看能不能顺跑 好了 那我们现在不如先开始 Dolphin Emulator 看看如何装游戏 好了 那我们首先开这个 Dolphin Emulator 接着 这些 就可以不太理会 确定 开了 然后继续 问你想不想把资料 可以给Dolphin 去做研究 那我就说不 接着 左上角 现在Dolphin Emulator 下面有研究 这个版本 应该不是最新的 我今天主要教大家 如何操作游戏 我今天就不更新了 但我建议大家 如果有興趣 继续玩Dolphin 就去官网 下载 这个Android 最新版本 APK 拿回来 安装 会比较好 连结 会放在下面 描述的 OK 这个就是版面 中间 就有GameCube logo 接着V logo 接着Folder 这些是放游戏的 右上角就是Sentings Refresh Play 等等 右下角有个加制 我们现在先加了 那我们要 游戏如何製作呢 就自己再 Google搜索一下 我不方便在这里说 我今天只是作示范 要知道自己的游戏 放在哪 那我就放在我的Internal 里面 开了一个Folder 叫做GC 就选择这个Folder 接着自动充電到这些Game 就有了圖 就是这样 我准备了三个Game 接着就 不如把V 按下V同样 按下V 接着又是 我选择自己的Folder 我放在Internal 里面有Folder 叫做V 选择完 又拌好图 对了 就是这样 OK 接着我们去Sentings 里面 对了 第一个Config 就 没什么特别 如果大家不知道 要怎么使用 就是这里可以任何东西都不用 对了 但是我在这里想说一说 就是 譬如如果V的游戏 有些是中文版的 或者是日本版的 可能有时候 有些字 也不能描述 可以在这里 可以在这里选择 可以在这里选择的 V里面选择System Language 然后选择 有 简体益中文 繁体中文 或者上面人文 也有 是的 对了 在这里选择 OK 那 出回来 接着就 Graphic Settings 有Video Backend 基本上 这部机用OpenGL 会好些 但如果有 可能有 某些小量游戏 如果这个不行 可以试试其他的 试Boken 和Software 接着 我先选择FPS 我先选择 接着 下面的More 下面有 Enhancement 这里 第一个是Internal Visualization 这里 那这个呢 就和Handhelm不同 就是这个 只是可以较高的解像度 但是 调不到低解像度 那么它最低 都是Native 是的 乘2就是 720p 跟着 乘3就是1080p FHD 跟着 4倍 就差不多2K 跟着 5倍 就多2K 跟着6倍 就是4K 在这部机来说 应该有一些 较容易跑的游戏 可以去到2倍 是的 那这些 我先设定了一倍 因为在这个小屏幕里面 其实都够清晰了 其他再出快 我们再去GameCube Input 现在可以 设定你的手掣了 Ctrl 1 那里 按一按进去 接着我们选择Emulated 再按一按 是的 接着这里 可以按照你起号 去设定你的手掣了 每点一下 A B X Y 自己按一下 这个手掣就可以了 如此类推 设定 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有两个 或者三个 或者四个 手掣 升了的话 就可以设定2,3,4 可以多人游戏 是的 反正都是 弄完V Input V Input 都同样是这样 按第一个 接着Emulated 接着 第一个extension 可以选择 你可以是 V Remote 或者Classic 或者其他 等等 按照不同游戏 再设定一设 平时 用回第一个 OK 按照样设定 AB12 加减 等等 是的 那 这边说完 Swing 这里有不同 刚才说过 有观众问过 如果 Remo Are 转得 可以设定哪个 就是Swing 那上下左右 这些 都可以 那人会试试的 又是同样设定 返回 现在就可以 不如就試一下 Gamecube 的 Virgil Stryker 先 好了,現在的操作測器也可以 操作測器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操作測器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按 Back 鍵 接著去 Overlay Controls 接著去 Adjust Controls 這裡把 Opacity 減去 0 就會消失了 OK,出發就是這樣 OK,現在試一下 操作測器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先出發 離開,接著試一下 V 遊戲 再打開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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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样,要加上游戏部分,GameCube 和V 也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右上角有点不同 右上角在右上角 这个功能已经帮你设定了Retroi Pocket 4 的按键 除非你想换键,就可以在这里换 记住换键后,右上角按键 同样,V 也是 讲一讲的SETTING 它就回到Graphics 刚才的Enhancement 接着Internal Resolution 这个看到有不同 它就不可以upgrade Native 只可以减 如果你玩游戏不顺畅 你可以调低解像度 令游戏容易跑 那就应该会顺畅 我现在用点5,试一试 Virtual Striker 因为刚才有点不顺 点5,一半的 看我们顺畅 对啦,完全身穿很多 虽然画质差点 但在这么小的视频来说 算是可以接受 OK,还有一件事想提 当你搞定这些Dolphin Emulators 它有一个本身自己跟机的 是一个游戏选单的Launcher 就是这个Retroi Launcher 我们先按一按下去 大家进来,应该什么都没有 我已经设定了一点 我们左下角按Emulation 就可以加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那我就加了一点 如果你们全身没用过 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有什么好呢 就是可以 帮你设定好你的模拟器 你可以放些东西 那譬如我现在设定了Dolphin 那我先加一下 那我去按System 然后呢,这里可以选 加些什么 亦都可以不要些什么 当然 是的,那我是V 和GameCube 对,刚刚加了 那OK 这个先 那它就会多了V和GameCube 那我们先按一下 进去GameCube 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再按下来 先按ROM 那我告诉它在哪里找些ROM 那我们可以Add 是的,那我放了Internal Storage 刚才我就放了在GameCube 那我就 select 那叫它scan 那它就scan到了 那它应该会自动有图的了 看到它在混合了 是的,就是这样了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按Game 玩也可以 在外面单独模擬器 这样也可以 那还有一个东西 那我可以在GameCube 按Edit 那这里呢 可以选它用什么模擬器的 MMJR2 那应该外面那个 是Dolphin Emulator 那要选这个 如果没有你自己再设定 那我先示范一次 Save OK,Cancel 那在这里 例如按 试一下Mario V 这样就可以直接是Lod 那我们再出去了 那现在还到这里 那我们可以再返回 V V V也是 再去ROMs 接着Add 接着Internal 我放在Wii的Folder 選擇這個,選擇,Scan,Loto 接著我再選擇 用什麼開啟,Default也是MMJ2 OK,我測試這個 對了,都是Loadup 當你設定好外面的獨立模擬器 就進來 OK,這個可以,我先出 所以不錯,當你設定好外面的模擬器 你在這裡可以放好所有遊戲 就像一個遊戲機的遊戲選單 就有一點像我們用的Belix Era Retro Bag 等等 當然,這個有自己的不同 基本上,今天設定 Retroid Pocket 4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方法,其實你用Android 無論任何Android系統 應該都可以的 你手機都可以用 還有之前版本的RG505 都可以這樣 對了,大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收到你們的問題 遲些會做Switch 和Switch模擬器 提醒大家,Switch模擬器 不要太大期望 這些可能簡單一點 模擬到的遊戲 就先玩到的 尤其是2D遊戲 其餘的應該都會疾 這部機未夠力去玩這些 今天先說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按LIKE 還沒按訂閱記得按訂閱 那我新片呢 最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小杯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我 或者Payback 或者Join我Patreon 會員頻道都可以的 詳細資料下面的Description 裡面有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